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九课 这就是Lesson 9 Royal Espionage 王室谍报活动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来看看这棵书的生词和短语部分 打开书到五十四页 五十四页 咱们来看一下这棵书的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生词和短语部分 好 动作快些 五十四页 Read after me 跟我念 Espionage Espionage Alfred Alfred Danish Danish Mistro Mistro Wandering Wandering Harp Harp Ballad Ballad Acrob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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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j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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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h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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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ppenum 这个注意 这个注意 倒数第三个字母H是不发音的 所以不要读成Chippenham 不这么读 再来一遍 Chippenum Chippenum Lid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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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e Dane Slack Slack Conqueror Conqueror Casual Casual Precaution Precaution Proceeds Proceeds Assemble Assemble Trivial Trivial Prolonged Prolonged Commissariat Commissariat Episode Episode Epic Epic Harry Harry Assail Assail Skirmish Skirmish 好记得 这是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 那么下面我们还是看看这个书的重点词汇 这个书生词很多 同样的重点词也不少 先看第一个 就是这个谍报活动或间谍活动 但是注意这个词是不可数名词 它是个外来字 所以不要读espionage 后面是发 这个声音 我们大声来一遍 espionage 好 我们来看看 What's the meaning of espionage 这就是什么意思 咱们看一个大写的字母 又还是表示 incountable 这个词是不可以数的 不可数名词 它表示 attempts to discover your enemy's political military or industrial secrets using secret methods 就是试图呢 要发现你的敌人的 政治的 军事的 或者工业上的秘密 使用一些秘密的方法 就是间谍活动 它不光是在打仗的时候 有的时候工业间谍 这个也是背不住 刺探对方 这个竞争对手的秘密 这也叫间谍活动 我们再读一遍 espionage 注意 这个词是不可数的 永远不能说 an espionage 一个间谍活动 是抽象词不可数的 同样呢 它的反译词 也是不可数名词 叫做反间谍活动 这个counter 往往表示对抗的意思 你看这个反恐怖主义 叫counterterrorism 对吧 我们大识读一下 counterespionage counterespionage 叫做反间谍活动 同样如果说 这个人是个间谍 he's a spy 这个词是可数名词 我们来读一下 这个间谍这个词 大声来没 spy spy 这个词可数了 可以说 a spy to spies 两个间谍 一个间谍 这是可数的 那同样这个间谍呢 或者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类似间谍 这样的人呢 我们有好多 其他词可以表达 比如这个短语也是 我们大声来没 secret agent secret agent 这个不要翻译成秘密的代理人 还是间谍的意思 甚至还有一个比较口语化的称为 有点礼语的味道 就用这个词 打上来没 mole mole 我们说这个mole呢 本来是表示一种小动物 什么动物呢 就是雁鼠 咱们可以看过 那个捷克斯洛伐克 雁鼠的故事 那个动画片 雁鼠是在地下生活的 这么着小动物 在地下挖动的 这间谍呢 也是从事秘密行动的人 所以经常用mole 可以表示什么间谍呀 我们机构内部的内奸 都可以用它 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spy 这个词 经常也可以当动词来用 这是非常常见的用法了 就后面加记词on spy on 可以表示暗中监视 或者窥探 偷偷地来看 暗中监视 某人某物 或者窥探 用spy on spy here is used as a verb of course 这个地方当个动词来用 那比如说 he was charged we spying on british military bases 这个人被起诉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暗中溃探 英国的军事基地 他被认为是军事间谍 被起诉了 被控告了 这个spy on 叫暗中监视 溃探 偷偷摸摸地 去看不应该看的东西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重点词 这个间谍活动 老师就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浪迹天涯的 居无定所的 注意 在这儿当形容词来用 我们大声跟老师 再读一遍 wandering wandering 形容词 浪迹天涯的 居无定所的 就是他 整天今天在这儿 明天在那儿 整天打油飞 他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 你比如说 a band of wandering musicians a band of 可以表示一群人 在这里是一群浪迹天涯的 这个音乐家 走街卖唱的 什么弹皮疤呀 弹吉他呀 走街卖唱的这种浪迹天涯的音乐家 可以用他 他来自什么呢 就来自动词 慢无目的的闲逛 这个跟散步还不太一样 散步往往有一个固定的路线 咱们吃完饭去小河边散个步 这两次表示慢无目的 信马游将跟着感觉走 慢无目的的闲逛 我们分别读一下这两个动词 wonder wonder roam roam the meaning is exactly the same 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跟这个wonder意思完全一样 咱们看看这个wonder这个词 在新概念二侧其实就出现过 咱们学过二侧 同学可能还记得 在新概念二侧的第七十个 read for danger 这个书里就描述那个流浪汉 那个醉汉 跑到了这个斗牛场里面去了 就出现这么一个词了 你看他说 during the bow fight a drank suddenly wandered into the middle of the ring 在一次斗牛比赛期间 一个drank就是一个酒鬼了 一个醉汉了 对 一个醉鬼突然间摇摇晃晃的 就溜达到了这个斗牛场的这个正中间 这个ring啊 往往是比武啊 比试打架的这个场所 你看斗牛场用ring 我们在新概念三侧的 21克丹尼尔·门多萨讲过 boxing ring是拳击台 两个全手打架的地方 这个wonder是慢无目的乱逛的 这个酒喝多了 迷了慌咯咯咯咯咯咯咯 溜达到这来了 这个感觉就wonder 慢无目的的瞎走 那没有一个固定的路线 就wonder 浪迹天涯的呢 用wandering就好了 非常好记 那么我们取一反三的多看几个 慢无目的的闲逛可以用它 那如果去散步呢 去散步 咱们可以用have a walk 或者have a stool have可以换成动词take take a walk take a stool 或者用go for a walk go for a stool 就出去散步 这就行了 那么一般的口语中呢 咱们多数都用walk这个词 有的是书面中呢 可以换成stool 这个stool这个词呢 它一般用的场合更窄 它一般指这个慢悠悠的 非常缓慢的在散步 尤其是七老八时的老头老太太 竹竹怪棍 走一步 过擦小时 再走一步 这种感觉 叫stool 所以这是散步 散步往往有一个固定的路线了 吃完饭 消消食 我们看三测第十九 和贵重的宝贝猫里面 he usually takes short walk in the evenings and is always home by seven o'clock 这个he 是指那个rusted那只猫了 对 这是小猫咪的通常呢 在晚上 出去短暂的散一会儿步 并且呢 在七点钟 总是能准时回家 take a walk 叫散步 当然英国人都说walk 美国人就说walk 费劲变成walk 这口径大一点 明显更舒服一些 这是小猫咪在散步 跑得比较快 我们再看三测的二十三刻 这个各有所爱 这棵树 出现蜗牛散步 The idea never appealed to me very much but one day after heavy shower I happened to be walking in my garden when I noticed a huge number of snails taking a stool on some of my prized plants 他说 这个想法 就是抓蜗牛 给它送去这个想法 从未使我产生过太大兴趣 但有一天呢 在一次大震雨之后 我碰巧呢 正在我的花园子里面散步 when 发现这时 因为前面有进行时 to be walking 那么前面出现进行时 后面when 一般发现这时或突然 这时我注意到 好多好多蜗牛 在我心爱的植物上 才也在散步呢 这个蜗牛在散步 用的是take a stool 因为stool 往往是慢悠悠的躲步 形容蜗牛恰如其分 可以用它 好 我们还有很多散步形式 比如说 吃完饭我遛狗去 这遛狗就 wag the dog I'm going to wag the dog after dinner 我打算 吃完晚饭以后 去遛狗 这个walk 在这当作 集乌动词来用 叫陪某人散步的意思 因为这个狗呢 在西方的文化里边 跟人的地位 几乎是一样的 他们爱狗 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 就是这个 see dogs as their family 把这狗 看作成什么家人一样 所以这个陪某人散步 wag the dog 就陪狗狗散步 甚至可以说 I'm going to walk my girlfriend home 我一会儿呢 要陪我女朋友回家 你不能说六女朋友啊 女朋友趴在地 弄个大铁链子 缠住它 你这不可能了 对吧 但是我们这个 这个遛狗 就是陪狗狗散步 这跟中国文化不一样 中国文化中 狗是贬义词 狗官 狗腿子 狗男女 但英语 在英语中没有这个便宜 所以wag the dog 就陪狗狗散步 就行了 这是散步的形式 还有一个呢 是坐得太久了 出去溜溜 这个叫stretch one's legs 就撑撑腿 撑撑腿 就坐得太久 出去走走 这个注意 不要翻译错 以前我的班人有同学说 李老师 这是不是表示死了 蹬腿了 这个没有死 这表示坐得太久 出去走一走 坐得太久之后呢 这个腿 这个血脉不流通了 出去走一走 用朱自清的话讲呢 就是 疏活疏活筋骨 抖手抖手精神 叫stretch one's legs stretch不是掺拉开的意思吗 拽一拽 你看这个句子片段 这出自我们新课念三册的 第四十四课 四十四即快捷又舒适 这个书 描述在船上 这个是有方便的地方 为什么呢 You can stretch your legs on the spacious desks decks play games meet interesting people and enjoy good food 你可以在宽敞的甲板上 疏活疏活筋骨 可以做游戏 可以结识一些有趣的人 这个meat 在这做节物动词 不是遇到 是结交结识 结识一些有趣的人 并且呢 可以享受美食 轮船上嘛 天天吃海鲜 在船舱坐得太久 可以出去走一走 这相对 比坐火车 就要舒服 这叫stretch one's legs 这个疏活疏活筋骨 可以把它通时计 好 还有一个相关的形容词 咱们三次讲过 就是表示 迷路的 迷失方向的 就是已经找不着家了 迷路的 迷失了方向的 有一个形容词 我们大声读下 stretch stretch 这个漫无目的地走 那个动词有点像 咱们可以同时计 这个表示迷路的 找不着家的 无家可归的 你看我们经常会出现 这么一个搭配 叫stretch sheep 叫迷路的羔羊 这其实就是上帝呢 把我们人都称为 叫迷路的羔羊 因为人呢 不知道因果报应 人间呢 做了很多的一些坏事 死了以后呢 进到地狱里面 就遭报应了 所以呢 上帝要给我们 传播福音 让我们这个 迷途的羔羊啊 迷失的方向 一个往天堂走 不要往地狱再走了 这是迷途的羔羊 叫stretch sheep 为什么步道的人 叫牧师呢 好像放牧一样 就让我们知道 正确的方向 是往天堂走 而不能堕落进地狱 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是迷途的羔羊 同样的流浪狗 我们就可以说 stretch 就是迷失方向的狗 丢了的狗 那你看三侧的 三人三客 难忘的一天里边 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搭配 在新概念定语 第三侧的三人三客 他说 only two stray dogs benefited from all this confusion for they greatly devoured what was left of the cake it was just one of those days 仅仅有两只流浪狗 从这大堆混乱中 得到了好处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贪婪地吞吃掉了 这个蛋糕剩下的部分 这就是令人 事事不如意的 那样的一天 这个stretch 叫迷路的迷失方向 好 这个居屋定所的 浪迹天涯的wandering 相关的一些重点的词汇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里 好 下面我们来看 下面一个重点词 就是这个变系法 变魔术 跟老师大声在对面 conjuring conjuring 注意这个词表示变系法 也是个初向词 它也是不可处名词 变系法变魔术 那么有的时候呢 它可以把它替换成另外一个词 就是magic 也可以表示 细法魔术 可以当不可处名词来用 我分别再读一遍 conjuring magic 只不过这个magic呢 意思更多 它不但可以表示细法和魔术 也可以表示巫术啊 一些妖术啊 魔法呀 这个呢 就可能有点什么 像什么神话故事这个含义了 但是生活中变系法 也可能magic 它的含义更多 那么这是一个 当名词来用 不可处名词 但是我们看到它的动词 变系法 变出一只兔子来 这个动词呢 可以用conjure这个词 就变系法 变魔术 可以当动词来用 大声线都讲 conjure conjure 好 咱们一会儿看例子 同样的这个魔术师 变系法的 就可以用这样一个词了 我们大声里面 conjure conjure 或者用这个词也行 在里面 magician magician 好了 同样的 这个magician也是多一词 conjure 咱们一般都翻译成魔术师 而这个magician 这个词不但可以表示魔术师 也可以像哈利波特里面 那些魔法师 有神奇的魔法的 也可以用magician 所以magic和magician 它的含义往往更多一些 好 咱们看一些当动词的例子 比如说 The magician conjured a rabbit out of his head 这个魔术师 从他的帽子里面 变出一只大兔子来 这是变习法 这个里面就没有用 The conjurer conjured a rabbit 这就太别扭了 因为同根字呢 就重复的嫌疑了 所以这里有关中 magician更好一些 这个魔术师 帽子里变出一只兔子 conjure 可以当极物动词来用 就变出什么东西来 可以用它 那么它的类似的行进词呢 特别多 比如有一个词叫 发誓放弃 发誓放弃某个东西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这次 abjure abjure 这叫发誓放弃 我们经常可以用 abjure once religion 注意不要读 abjure ab 这个b是个爆破音 李老师说过 爆破音会不会出现其他的辅音 一般来说 第一个爆破音 就会失去爆破 失去爆破呢 就是舌头尖顶住 但是没有把它喷出来 当然有可能是嘴唇 或者舌根了 这几个爆破音 嘴唇有两个 p b 舌尖有两个 t d 舌根有两个 k g 每两个里面有一个声带振动 一个声带不振动 失去爆破的只做动作 憋住气 但是气没有爆破出来 你看 em 后面有 g 这么一个声音 所以em em 把嘴避住 但是b 没有喷出来 停一下 发dure这个词 我们再来面 abjure abjure 发誓放弃或正式放弃 你像abjure once religion 发誓放弃自己的信仰 改变宗教信仰了 可以用它 对吧 还有呢 跟它类似词汇 有个词叫 adure 这个就没有失去爆破了 因为d和j放在一块 一块发j 这个声音 我们大诗里面 adure adure 这个就不是放弃信仰了 一般是恳切而庄重的 恳求 或者请求 恳切而庄严 庄重的 恳求 或请求 再读一遍 adure 请求 恳求 比如说 I adjure you to tell the truth 我恳请你说实话 讲出实情 庄重庄严的 恳请 或请求 叫adure 那还有大家很熟悉的 时某人受伤 这动词叫injure 前面会有in 这个词 这个大家很熟悉的 我们读一遍就好了 injure 好 还有一个动词 叫做伪证 就是在法庭上 在这个当面的 做伪证 这当然是犯法的行为了 我们注意 注意在前面 大声动下 perger perger 注意这个做伪证呢 后面一般搭配 是加反身代词的 做伪证就 perger oneself 在法庭当 这个当庭做伪证 你比如说 the witness pergered himself 这个目击证人 这位证人 在当庭做了伪证 做伪证 就perger 我们加反身代词 就好了 这我们看到几个行进词 像本文中动词 conjure 叫做变析法 对吧 abjure 叫做正式的放弃 或发式放弃 abjure 叫做恳求 或请求 injure 使受伤 perger oneself 表示作为证 这些都是常见词 我们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 就好了 好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比较重点的词汇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去那里 或者叫到那里 这是一个副词 非常像我们说的 there 特别像there 这是个古文的用法 我们大声来一遍 vither vither 两个th主意 舌尖都吐出来一点 然后声带震动翻 vv 所以vither vither 都要轻轻吐下舌头 我们再来遍 vither 叫做去那里 或者到那里 在那里 都行 非常类似于当代英语中 这个there 跟它类似 那么经常跟它一块来用的 就是这个hither 后面也是tage to 说到 这个hither 表示在这里 或者到这里 特别类似 我们现在复词here 跟那个here 很类似 我们再来遍 hither hither 这相当于那个here 我们经常用在 这个固定搭配里面 就是hither and there 叫四处各处四下里 就相当于大家更熟悉的here and there 相当于当代英语中的here and there 那么hither and there 往往来的更正式一些 那咱们看一下简单例子 the leaves were blown hither and there by the wind 可能是到了秋天了 遍地的落叶 一阵风吹来 这是 这个叶子被风吹得到处都是 这也是 那也是 吹得四下里 到处都是 这个可以换成here and there 是可以的 再比如说 colored fish darted hither and there color 叫有颜色的 那么有颜色彩色的这个鱼啊 怎么样呢 向四面八方飞快地在游 什么的鱼呢 游速特别快 这个dart 做名词呢 是飞镖的意思 做动词 就扔飞镖 像扔飞镖一样速度飞快的 所以这些彩色的鱼 在向四面八方飞快地在游动 可以这么说 所以 就好了 好 这个词 跟老师 看到这里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 松弛的 派生意 可以表示懈怠的 或者表示 生意萧条的 都行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slack slack 好 注意这几个派生意啊 大家可能最熟悉就是它本身表示松弛的 就像一个绳子没有绷紧松垮垮的 像一个什么长筒挂挂在那儿 松了吧唧的 经常跟在一块出现的反义词就是tight 或者taunt 表示绷紧的紧绷绷的 这是完美反义词了 对吧 我们分别读一下 先读一下松弛的 slack 读一下紧绷绷的 tight 你听的声音 tight 就是绷紧的 再读一下这个词 taunt taunt 这个oh oh oh taunt 也是表示紧绷绷的 绷紧的这种感觉 当然英国人懂得taught taught 美国人懂得oh oh taunt 这两个翻译都算对 叫绷紧的紧绷绷的 但是这个slack呢 它在生活中做派生意也是特别常见的 那么本文中的派生意就用在表示 懈怠的 马虎的 就是精神上没有绷住这根弦 松松垮垮的 懈怠的 马达哈的 叫slack 我们看一下简单例子 比如说 slack defining by real madrid allow manchester united to score 这个real madrid 大家可能在新概念一二册见过 就是一个著名的球队 就是 皇家 马德里队 这个马德里队呢 松懈的防守 defending 这防守可以当不可乎名字来用 怎么样呢 使得 曼彻斯特连队 破门得分了 manchester united 就著名的曼联了 使得他们破门得分了 在这里面 这个slack 就松垮的 松懈的 马达哈的 这个好理解 那么再拍声音下 就可以表示 生意如果马马虎虎的 就生意萧条 不景气 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好多地道表达 比如生意不好 business is bad 可以 或者business is slack 可以 或者说business is depressed in winter 就是在冬天的时候 生意不景气 萧条 比如说我们这个呢 本来是卖冰镇汽水的 到冬天可能买的人就少了 卖风扇的 到冬天就没人买了 所以冬天是淡季 is bad is slack is depressed 都可以表示生意不景气的 生意萧条的 可以用它 同样的这个 depressed 它的名词性是depression 就会表示不景气萧条 美国三零年代有著名的 the great depression 著名的大萧条 可以用它 相应的顺便记住 生意好 咱们可以用business is good 这是bad反义词 或者说business is booming 形容的 用这个词也行 booming本身表示 prosperous 兴旺的 兴旺的 这是生意好与不好 你看生意不好 也可以用松懈的这个slack 顺便记住 生意这个词用business来表达 一定是不可数的 作为生意叫do business 他在北京这里 做了很多生意 he has done a lot of business in Beijing 不能说a lot of businesses 注意不可数名词 好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 比较讨厌的这个slack 这个词 相关的几个词汇 我们把它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就好了 好 这个词跟老师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 征服者 就是征服了另外一个对手 或征服了对方一个国家的人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conquer conquer 征服者 征服了对手的这个人 那我们看英国历史上 有个著名的这个皇帝 叫征服者威廉 也是战功显赫 征服了很多对手 那么他的这个 这个称谓就被称叫 William the Conqueror 咱们一会儿在课文中会讲到 那么历史人名 后面加他的称谓 或者他的外号 是一个固定的这么种表达 咱们翻译成中文呢 先翻译后面这个外号 就征服者 威廉 Conquer 表示征服者 那么当然我们重点看的是 他的动词形式 就征服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conquer 这个conquer 这个conquer 表示征服 一般它的本来的含义是表示 用武力征服对方这个国家 对吧 用武力征服了对方的一个国家 比如说 The Normans conquered England in 1066 那么在1066年呢 当时诺曼人征服了英格兰 著名的1066年诺曼登陆嘛 就这么一个 诺曼征服 The Normans conquered England in 1066 1066年诺曼征服 有这么一个事 这个conquer 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 咱们以前曾经说过 就是Julie Caesar 在去罗马元老院抱劫的时候呢 她就说 我来了 我看见了 我胜利了 当时也出现过这个词了 对吧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就我来了 我看到了 我征服了对方 我胜利了 就描述自己的胜利 在原来原文中是 Vin I Vide I Vide I 翻译出英语 是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所以它本意表示 征服了这个对方的国家 征服了敌国 那派生意呢 也可以表示在比赛中 击败了敌人或对手 把对方的球队选手打败了 也可以用conquer这个词 就可以看到它的派生意了 对吧 比如说 England conquered their main rivals in the first round 这个round可以表示比赛的回合 轮次 在第一轮比赛中呢 英国队 英格兰队 就击败了他们的主要的竞争对手 这个main是最重要的 rival rival humanist competitor 就是竞争者竞争对手的意思 这是战胜了对方的队员 或者球队生活中 做这个派生意显然更多 比如说体育比赛比打仗可多得多了 对吧 可以用它 那么也经常可以做其他的比喻液 不一定是在比赛中 比如说 conquered mountain 终服了这座山 这在咱们第三课 马特赫夫的登山者里边 咱们见过类似的用法 终服这座山 就是我把山征服了 登上山顶了 征服了它 可以说再比如说 I finally conquered my fear of heights 我最终呢 终于克服了自己的恐高症 对高度的恐惧 最后慢慢征服了这点 这个也是克服了一些不良的情绪 也可以用它 甚至你看用在爱情里边 也可以用它 She has conquered the hearts of many men 这个女孩子 以她的这个魅力 征服了很多男人的心 让很多的男人 败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都可以用它 你看这个conquered 咱们再捋一遍 最原始的意思表示 征服敌国 征服者就用conquered 派声音的击败了比赛中的对手 或者对方的球队 甚至可以指 征服了一座山 爬到了山顶 对吧 我克服了某种不良的情绪 或者是在爱情上 征服了对方的心 让对方完全被自己魅力所折服 可以用它 都可以 这是我们这个conquered 这个词 征服者 那么相关的动词含义 我们把它牢牢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 我们看到这里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后面这个名词 叫预防措施 跟老师大声先读一遍 precaution precaution 好 叫预防措施 先看看什么叫预防措施 它表示 something you do in order to prevent something dangerous from happening 这个英文解释特别清晰 就是你来做的一些事情干嘛呢 目的是为了避免某个危险的事情发生 这是预防措施 未雨绸缪 提前做这事 避免未来出现倒霉的状况 预防措施 这个词叫precaution 这个词习惯上啊 用复数比较常见一些 预防措施很少是一个 对吧 往往有很多 你看我们经常用一些定语来修饰它 比如说fire precautions 叫防火措施 对吧 同样的safety precautions 叫做安全措施 就避免的出事故 security precautions 叫安保措施 这两个情况都是安全 但含义不一样 safety这个词强调不要出意外事故 所以这安全措施 忙忙放在什么宫地儿啊 建筑宫地儿 不要坠楼 不要出意外 而这security呢 强调不让坏人进来 它叫做安全保卫措施 或者防盗措施 怕那些坏人小偷啊 强盗进来 用这个叫安保措施 sanitary precautions 就是卫生保健预防措施 避免得病 就是喷一些药来杀毒啊 给咱们什么种牛豆啊 sanitary 表示卫生保健的 是这么来说 这是某某预防措施 注意习惯上 咱们一般是 后面叫s用复述的 那么这是 它的一些做定义的搭配 那我们经常说 采取措施 最常见的动词 可以用take 动词可以替换 但最常见的 把它记住 叫take precautions 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咱们看一下简单例子 the government took precautions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政府采取预防措施 来避免这个疾病的蔓延 这是采取预防措施 可以用它 但是我们举一反三的 顺便记住 那还经常说采取措施 采取有效的措施 采取极端的措施 如果不说预防措施 措施用什么呢 大家可能知道 可以用measures 就是measures 保方法措施 这个词也习惯用复述 take measures 前面可以随便加修士语 比如说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do something 采取有效的措施 去做模式 take drastic measures to do something 采取比较极端的措施 来做模式 都可以 我们分别读一下这限定词 第一个 有效的 effective 注意最后停着在 上牙处下唇 再来面 effective 再度第二个 极端的 drastic drastic 采取某种措施 去做模式 这个采取措施 跟采取预防措施 顺便给同时记住 因为都是用附属名词 那么最后再看一看 这个precaution 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评写呢 pre PRE可以表示提前的 这个caution 本来就是个名词 叫小心谨慎 提前小心 不是预防措施吗 我们先读一下 小心谨慎 这个名词 caution 它的形式形式 咱们以前见过 在第八课讲过 什么什么 谨慎的乐观 我们说过 再读一下 谨慎的 小心的 类似careful 但比careful 更正式一些 大声那边 cautious cautious 谨慎的 小心的 还记得吗 cautious optimism about something 对于某个东西的 谨慎的 乐观态度 谨慎的乐观 我们跟老师 大声再读一遍 cautious optimism 再来一遍 cautious optimism 好 这是个名词 端语 注意后面 记词叫about 如果当文语动词呢 我们可以用 be cautiously optimistic about something 对于什么东西 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当时见过 那个句子 在第八课里说 银行家们 对这个国家的 经济前景 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bankers are cautiously optimistic about the country's economic future 对经济的未来 经济前景 持谨慎乐观 我们把这个短语 大声读一遍 cautiously optimistic cautiously optimistic 对模式 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好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里 下面咱们再看一个重点词 叫做收入 或者是收益 注意这个词 必须加一个s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注意注意音在前面哦 proceed proceed 收入或者收益 是什么意思呢 它表示 the money that is obtained from doing something or selling something 这个解释特别清楚 就是我们通过 做某事 或者卖某个东西 来获得的钱 咱们叫收入 或者是收益 这个词 用proceed 这个词 我们看看它怎么来用 它一般后面都跟 这词off 或者from 来搭配 proceed of something 或proceed from something 表示 某某某某事情 得来的收益 后面可以跟off 和from 表示这个钱 这个收入 是从哪里来的 你比如说 the process of the concert will go to charity 就是这个音乐会 这个收入 就是所得的钱了 将西数捐给慈善事业 charity 表示慈善事业 是不可数名词 如果它表示慈善机构 是可数的 慈善事业 不可数 顺便再看看 收益 得来的钱 收获的东西 还有好多名词 比如最常见的词 可以用gain 表示收益 或获得的利润 对吧 可以用它 我们常见搭配 fame and gain 叫名和利 这里面用这两个词 是被里加运 fame and gain 在末尾翻译是类似的 fame是名声 这是得来的好处 就名和利 当然利润 咱们也可以用profit 就是咱们赚取的利润 收入 revenue 减去成本 cost 最后就是我们这个profit 就是这个利润 还有呢 我们看一个行进词 就preceedings 咱们那个proceed 表示收入 收益得的钱 这preceedings 叫法律诉讼 诉讼 这个程序 法律上打官司 诉讼 我们打上那边 preceedings preceedings 就法律上的诉讼 诉讼程序 你比如说 divorce proceedings 叫离婚的诉讼 离婚的诉讼程序 这是行进词 叫preceedings 还有一个非常类似的动词 叫preceed to do something 继续去做模式 继续去做模式 这来自新概念三册的第二十二课 熟悉台词 咱们见过 在大声多加动词 preceed preceed 它表示继续去做模式 这是跟proceeds 做个辨析 因为长得太像 好 我们下面就继续 来学下面一个重点词了 就是人群的聚集 或者派生 也可以表示装配组装 人群聚集 那是人到了一块 装配组装 是把零件放在一块 所以用同一个词 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assemble assemble 它第一个词 可以把人群聚集 聚拢到一块 就是people come together 人到了一块了 但住这个词 它既是集物的 又是不集物动词 它首先可以当不集物动词 表示人群聚拢到一块 也可以表示 集物动词 就把人群 召集在一块 这个都行 就有个带头的 把他的聚拢 召集在一块 都行 集物不集物都可以 咱们看个例子 a large crowd assembled outside the American embassy embassy 咱们见过 叫大使馆的意思 一大群人 聚拢在了 美国大使馆的门外 assemble 在这是位于动词 不集物动词 就是人群主动在聚集了 这个句子 也可以换成被动 那含义率有区别 他说 a large crowd was assembled outside the American embassy 一大群人 被集物 被集结在 美国大使馆的门外 这个用被动 be assembled 这是表示 有一个带头的 有一个领头的人 那么他 他的努力 通过他的努力 把大家召集在一块 所以你看 集物不集物都可以 a large crowd 当作一个集合名词的话 就是当作一个整体 来看待的话 是可以用单数的 一大群人被集结在这个地方 所以人群的聚集聚龙呢 这个动词特别多 我们要辨析 这个sample这个词 是集物不集物都可以的 那么在本文中 第九课里面 课文里面 作者一会出现好多替换 咱们先看一看吧 比如人群的聚集 那么有跟本文中类似 集物不集物都可以的 这个VR一边 表示intransitive verb 不集物动词 那么VT 表示transitive verb 表示集物动词 可以加密语的 那么这几个是集物不集物都可以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assemble gather 大家注意 gather不但可以表示收集东西 也可以表示人群的聚龙 这是集物不集物都可以的 还可以用后面这词 mass mass a large crowd mass there 聚集在那儿 这个也行 但下面几个词呢 一般都只能当不集物动词来用 就是表人群的聚集的时候 比如说分别读一下 collect 大家可能都知道 collect 如果表示收集什么东西 那一般当集物动词 没有任何问题 collect stamps 集物嘛 收集油票 但人群的聚集 它是不集物的 我们只能说 a ground of people gathered there collected there 但不能说 was collected there 但可以说 was gathered there 因为gather 集物不集物都想 但collect 表示人群聚在一块 是不集物的 它不能被动 还有呢 我们读一下后面那个词 congregate congregate 再读后面那个词 converge converge 这两个也可以表示 人群聚集 但那一般都是指 人群自发地聚拢到一块 就逐语这群人 慢慢聚集到一块 可以用它 但上面三个呢 是表示人群自发地聚集 或把某群人聚集在一块 都可以 这是咱们做一个 几个词会用法的编析 另外assemble 这个词 咱们在新概念三册的第46 可以见过 它的另外一个重点含义 叫装配或组装 你像我们见过的 assemble a computer 叫组装一台电脑 装配电脑 它的反义词呢 叫拆卸 咱们可以说明 dismantle 或者比较口语化的 take apart take something apart 可以表示 把什么东西 拆卸开来 来拆卸 我们分别再读一下 拆开这个词 dismantle take apart 把这拆开 对吧 我dismantle the computer 把这条电脑拆卸开 也可以用take the computer apart 把这电脑拆开 这个part是个副词 它放在编语前 不要放在编语后 都可以 这是个副词 好 这是我们看到 assemble这个词 人群的巨龙 派生意表示 事情把东西 零件 组装到一块 好 这个重拆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持久的 长时间的 这个熊语词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pulonged pulonged 持久的 长时间的 注意 这是个熊语词 那么这个熊语词 经常我们看 做定语比较常见一些 直接放在名词前 也就是pulonged questioning 叫持久的 长时间的盘问 这question 到当动词来语 可以表示质问 盘问某人 长时间的 持久的盘问 还有呢 我们比如说 pulonged exposure to the sun 就长时间的 暴露在阳光之中 这个exposure 表示暴露的意思 这是持久的 那么我们看到 它本来是个 过去分词吧 那一定是从动词来的 这使延长嘛 那过去分词 表示持久的嘛 我们猜也能猜到 会有这么一个动词 我们大声来讲 pulonged pulonged 表示使延长 但这个pulonged 一般表示使延长 不是物理上的距离 而是空间 这个时间 它不能只有空间 一般都是指时间 变长一些 你比如说 the drugs help to prolong life 这些药 有助于延年益寿 pulonged life 使生命长一些 这些好记 因为longed就是长的 pulonged是向前 往前把它拉长一些 这不是使延长 但我再次想到 是指时间延长 所以pulonged 过去分词 当熊词来用 就是持久的 长时间的 这就非常好记忆了 pulonged是极物动词 使延长的意思 那么它跟它非常类似的 还有一个词 是持久的 叫protracted 它的动词形是protract 跟这个prolonged prolonged 几乎是孪生兄弟 都行 我们再读下这个持久的 protracted protracted 再读下后面动词 protract protract 也是使延长 protract life 也可以表示延年益寿 这些好记忆 为什么pro还是向前 这个tract t-r-a-c-t 本身是个字根 可以叫拉拽的意思 我们知道拖拉机 叫tractor 往前拉拽一些 使延长 一般也是指时间 你像固定搭配 protracted warfare 就可以把它换成 prolonged warfare 意思一样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咱们常说的持久战 我们在前面 可能大家还记得 warfare 我们讲过 可以表示战争 战争的类型 我们大家在第六课 体育精神中讲过 warfare 表示战争 一般是不可数名词 我们当时讲过 模拟战争 就mimic warfare 它表示战争的种类 不可数的 这是持久战 长时间的 就是时间被拉长的 这两个形容词 一般可以替换 同样的这个protract 也可以换成 我们刚才那个prolong 这动词也可以替换 那么它可以说 完美反义词 使时间缩短 可以用这样一个动词 使时间变短一些 但是呢 curtail curtail 以前curtail once holiday 表示把假期缩短 因为我这个工作单位 有些急事 缩短了假期 curtail 也可以当其无动词来用 这好记 这个tail就是尾巴的意思 cur 你可以把它看得cut 把尾巴切短了 使缩短一些 但注意 这一般是指时间的 好 这是我们这个持久的 长时间的 这个词 可以跟老师一块 把它记住 好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就学到这里 好 我们下面来看下一个重点词 就是插曲 片段 或者表示意识 这个意思比较多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episode episode 插曲 片段 或者意识 咱们看看精确的英文解释吧 看看究竟是什么意思 episode means an event occurring as part of a long series of events as in a novel once life etc 它表示呢 是这么一件事 什么一件事呢 发生 发生的这么一件事 作为一长串事件中的 某一部分 一长串事件中的某一件事 比如说 一部小说之中啊 或人的一生之中 一部小说 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情节 里边的一个片段 一生中 经历了无数的事件 其中的一个事件 所以我们常常说 插曲 片段 一个意识 可以用它 叫做episode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episodes in his career 这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最有趣的那些意识之一 奇闻意识 就是他的职业之中 经历了好多好多事情 其中一件有趣的事情 这叫episode 一个插曲意识片段 一个小花絮也行 那他发生意识呢 就可以表示电视剧 广播剧的某一集 电视连续剧 可能一共有八十集 其中的某一集 叫做episode 比如说 please watch next week thrilling episode 请观看我们下周 激动人心的下一集 thrilling 就激动的令人浑身发抖的 令人兴奋的 这个下一集 我们说广播剧 电视剧的大结局 就被称叫the final episode 就是最后的那一集 所以记住 那么指电视剧 电影 这个连续剧 广播剧的某一集 或者是一个小说 人的一生中 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意识 总之一长串 事情中的一件事 可以用它 好 这个重点词 可老师就看到这儿 最后 咱们来看一看 一个重点词 叫做 骚扰 或者纠缠 袭扰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这次 harry harry 叫做纠缠 骚扰 那么我们先看一些例子 这个词一般都是当 起舞动词来用的 比如说 he was harried by journalist 他被那些记者所骚扰 这个人可能是一个 大明星 这记者可能就是那些狗仔队 被他们所骚扰 天天偷拍 挖掘他的一些 很不好的消息 等等 he was harried by phone calls 他被那些电话所骚扰 很多的骚扰电话 推销东西 中介 这很讨厌 是被什么什么所骚扰 这个词有时候 可以表示军事上的骚扰 这个也行 军事上的骚扰 某个地方 某个国家也行 你比如说 the Vikings harried English coast Viking 我们在第一课 大家可能还记得 就讲过 表示北欧海盗 尤其是丹麦呀 挪威呀 这些北欧的海盗 冰岛那边 对吧 北欧海盗 曾经当年 袭扰英国的临海地区 coast 是临海比较近的地区 这个是当年的事 用一般过去的词 这是对的 这是harry 表示袭扰 骚扰 跟他类似的词会有特别多 比如有一个词 也是h开头的 跟他很类似 也是表示骚扰 我们大声那边 harass harass 尤其用在名词特别多 后面再叫ment 再多加 harassment harassment 这是名词形式的骚扰 尤其用在固定搭配 性骚扰 sexual harassment 这是对某人进行性骚扰 尤其在什么生活中 工作场合 上级对我进行性骚扰 这很讨厌 你上级要是女的我就忍了 你还是个男的 更讨厌了 对吧 性骚扰 可以用它 还有呢 跟它类似的 你比如说 assail 也是表示 非常讨厌的 总缠着某人 总去骚扰某人 尤其表示 总缠着某人 非常的做某事 三次二十八个五磅也太贵 咱们见过 先大声读一下 assail assail 非常讨厌的 缠着某人 我们复习三次二十八个里面的句子 I had no sooner got up the ship than I was assailed by a man who wanted to sign me a diamond ring 我刚刚一下船 结果呢 就被一个男的缠着 非让我买一个 钻石戒指不可 你说一般的推销 倒还罢了 这个人肯定特别讨厌 总是纠缠 买一个吗买一个 我不买 我不买戒指 买一个你也不买 我弄死你 就是很讨厌这种 他总缠着我 be assailed by 可以用它 还有一个词 在三册的二十九课 也是表示讨厌的 总缠着某人 骚扰他 就说害虫害鸟 这个词past 和我们家一二就行了 大声那边 pastor pastor 讨厌的总缠着某人 它的搭配有 pastor somebody for something 为了某个东西 而总是纠缠某人 比如说 the beggar pastor me for money 这个乞丐 要饭的 总是缠着我 来要钱 你说讨饭 我们都见过 但纠缠某人 就讨厌了 对吧 来着大腿不放 哎呀 借点钱吧 没有钱了 总是你不借钱 我就不走了 你看这 这么说 这个pastor somebody for something 为了某个东西 而纠缠某人 有的是可以用 pasto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缠着某人 非让他去做某事 缠着某人 非让他去做某事 加动词不能 to do 也有的 咱们回顾一下 三次29课里面 他有这么一句话 from the moment he arrived there he kept on pastoring his doctor to tell him when he would be able to go home 自从他到那时候开始 他就老是不停地 缠着医生 非让医生告诉他 他什么时候能回家 不想住在医院里面 好 这是纠缠骚扰 相关的咱们讲过的一些词汇 和一些生词的 总结到一块 咱们把它复习清楚 好 生词短语 跟老师就学到这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